各位調友大家好 我來替大家演示一下 錯誤的霹靈 雙霹靈使用方式 和正確的雙霹靈使用在探鉤上面的方式 演繹一下 各位調友一定認為說 我用了兩顆霹靈 我就天下無敵了 我用了兩顆霹靈 好像親子轉環一樣 這樣子 這邊接你的探鉤 這裡接你的鐵板 就天下無敵了 但你錯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樣造成了非常大的錯誤 攻轉又自轉 你看 你看這個線 這霹靈根本都不轉 而且這線在上面一直扭曲 你一定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不用天平的時候 這個線老是掉這樣Q雷雷 每一趟起來都要拉 沒有重魚也會Q 那上來都沒纏在一起 當然啊 你下去的時候 鐵板在動的時候就轉在一起 你上來的時候 海流就把它帶開了 甚至於它爬樓梯了 所以說 很多人說要用天平 開玩笑 要用什麼天平 真的不需要用天平 掉這種方式 以及很多 多了很多東西 再用一個天平的話 實在是 這個 乾脆勾我的算了 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線會QQ的啊 我告訴你 你不能夠 自轉加攻轉 你現在就是自轉跟攻轉都有了 就會造成這樣纏線 我現在介紹正確的方式 正確的方式 這裴領轉一定要用三個 注意看 這條線非常的輕 我都沒有重量 放在這裡 但是我這個鐵板 只有自轉沒有攻轉的時候 注意看 這條線完全就不會跟它纏繞在一起 看到沒有 不可能纏繞在一起 不管它怎麼拉 怎麼重魚 怎麼晃 完全沒有關係啊 它只有自轉沒有攻轉 情況之下 你就不可能會纏繫 這裡也不會QQ的 種到魚 魚也跑不了啊 但是我跟你們說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種連接的方式啊 強度都瘦在這個鹿雅房 所以這個鹿雅房 你一定要特殊的 出谷的 這個市面上不太容易找到 注意看一下出谷的 它也不太好開 因為所有的力量都瘦在這上面 為什麼我不用焊死的三叉路雅環 我要用這個活用三叉路雅環 為什麼要用這個活動的路雅環 我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鐵板碳鉤互換 當我把這兩個拆掉的時候 我把鐵板放上去 鉤子放上去 我就是掉鐵板了 來 就像這樣 看到沒有 很清楚 我這個短碳鉤 加上一個石心環 扣到這個強力路雅環上面 我就變成一個 短碳鉤的使用方式 而且強度都夠 我們都忘了你測試過了 懂嗎 所以 記得 你不用天平使用碳鉤的時候 千萬記得 要三顆 只能自轉不能公轉 中間連結一定要強度夠的路雅環 否則你被扯走的時候就全部都沒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千萬不要用這種方式 Q類類的這種方式 兩顆的這種方式不可以 要 Mens 要先拿掉 去掉 千萬不要や 無解 什麽 你聽說 說九號 一種方式中文 一種方式 兩種方式 我們跟你們